这两个事件我们之前是分开处理的 不过这里的话是把它写成一样 就是说查询跟全部查询 其实它有些地方是相通的 另外在那个Aerror Exception处理上面 Exception就是有一些Aerror 比如说没有资料的时候 那会需要跳出Exception 否则会整个Crash掉 那当然你可以再直接怎么两个一起处理 会比较方便 不需要写好几个Exception 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不一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写成共用事件 那各位还记得吧 之前我们都是处理分开的事件 那之前有在好像在那个那个什么 在Value Button吧 Value Button我讲过说可以写成什么 共用事件 如果忘记的话 请回头再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OK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也是一样要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Listener 那不过这个Listener的建的方式的话 就是Button的Search 后面点下去Set on Click Listener 后面的话呢 跟下面的这个我们的Search all 是用一样的Listener 这个所谓的共用 共用的一个Listener 这个Listener 然后呢建立好之后 特别注意 那当然要对应到一个 他们的共同的那个事件 那共同的事件的话 可以把它写在下面 写在下面在这里 这地方 就是特别主要是在Uncreate的外面 不要再写在那个方法里面 然后这边的话就建一个 这个Private 这个可以拿掉 没关系 这个地方 那这个 它的就是一个Button 前面我们是 Button.UnclickListener 它的名称就叫做MyListener 后面其实就是写这一串 这一串其实本来是写在哪里的 本来是写在后面的 那我们是把它写在下面 写在这个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样子 然后 New button.UnclickListener 后面小刮壶 大刮壶 没有后刮壶 因为我们不在这个那个里面 所以不需要在一个后刮壶 再来分号 游标放上去之后的话呢 新增未识做的方法 其实是一样的 只差别是我在建一个什么Listener出来 OK 建那个Listener之后的话 再丢到那里面去给它用 然后他们共通都用同一个 所以将来如果你有好多个Button 像之前那个Button 也可以写成共用事件 那你可以共用事件之后的话 可以共同处理他们共通的部分 会有时候会比较 比较不用写那么多程式 OK 那这边的话呢 新增 把它新增未识做的方法 点下去 它一样会帮你建一个什么 一个OnClick的方法 那里面的话 我们要判断 它到底是哪一个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会利用那个Switch 或者你用Elseif也可以啦 不过就是我们这边用Switch 然后里面的话呢 它会传递过来一个V 这个V的话呢 指的就是说呢 这个上面的 这个画面上面的元件 它的ID为 哪一个 因为上面的话 我要取得ID的话 那我可以用V 这个传进来的这个引数的物件 去取得它什么 它有个方法叫GetID 那我们可以借由GetID去比对 它是哪一个元件的ID OK 那后面的话Case 如果它是什么 R.ID.Button的那个Search的话 我们就执行后面的这一个程式码 然后呢 这边后面记得要Break 这前面应该有讲过啦 Switch 然后里面的话 不过Switch后面呢 它只能够加加的有限哦 你不能找如果在1.6的版本 不能加自串 它不没办法比对自串 不过在1.7之后就可以了 那这边的话 比对ID是一个整数嘛 所以没有问题 整数 或者是 资源其实都可以哦 那比对这个地方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 先把那个 ADTest里面填的东西 先把它抓出来 对不对 所以用什么 用GetTest 并且转换为一个Stream 这个前面用很多 那因为呢 我们Get回来应该是一个编号 画面上面呢 我如果填了一个编号 假如我填了一个数字 比如填了一个1 那查询之后的话呢 它要帮我怎么样 把这一笔资料 就这一笔资料 Get回来 所以这里会需要什么呢 去下一个查询的条件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底下 再加上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就是Get 后面呢 传给它一个ID 去把那一笔资料传回来 并且放在Cursor里面 那Cursor有没有 也类似有一个虚拟的一个table 然后暂存的一个view 然后呢 最后再把update 那这个地方Get 写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我也把它写成独立的 那Get方法跟GetAll有点类似 差别是说 一样是传给一个回传 Return回来一定也是一个Cursor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传进来的这个ID 再来的话就下一个什么呢 RawQuery的SQL语法 那把什么呢 把刚刚的ID有没有 等于这个东西 那不就可以查得出来 查到 查到的结果呢 再丢到Cursor里面 把它存起来 所以你会发现Cursor 应该越来越清楚了 Cursor实际上 只是有点像 如果各位用到其他的 那个SQL Server 有点像那个view 判断一下 如果呢 Cursor大于0的话 表示说有怎么样呢 一笔以上 用GetCount的方法 去查到底有几笔资料 它Return出来 有几笔资料 如果大于一笔的话呢 那就把它怎么样 目目到这个First 就是移到第一笔资料 因为有好几笔 移到第一笔 那我们可以再做后续的资料 那反之的话呢 就是什么 Toss的一个结果 查五尺资料 OK 那停留时间是 一秒钟 一秒钟 那一秒钟 我们之前写成是一千 你也可以Toss点 跟着你一下 应该是 点下去有一个是 Lex.show 它这边后面的话可以让你选 一个是Lex.show 是一秒钟 Lex.long 的话是三秒钟 就两种 我讲过 你不能有第三个 它停留时间 那这边我们用show 就表示是一秒钟 或者你可以给一千 也是OK的 那再把结果这个Cursor 给丢回来 所以我们查询的话 假如说查1 就有一个1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给它的数字呢 是给一个很奇怪的 假设我今天给一个数字 是给 比如说只有 比如说只有一笔资料 那我给它一个数字 假设到4 我给它5 按查询 5也有 因为我刚才有重复加 我刚才有那个问题 9的话会不会有 查询 9就没有 查5持笔资料 OK 那另外的话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按下查询 里面没填资料的话 就会有个error 出现了 就是会exception 例外的状况发生 对不对 那这个就crash掉了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避免这个crash掉的状况的话 记得哦 我们跳回来 刚刚的这个 共用方法 共用方法在 在这个地方 共用方法在 我们刚刚这个 有没有 mylistener 这边 那 这个地方的话 我外面有包个什么 exception tricash 基本上这个要额外写的 如果你没有写的话 有个方法非常简单 一般的话 我们会在 这个地方 会做一个什么 tricash包覆 那tricash包覆的话 本来没有 我们可以把它包起来 那这边我先把 假设我原来没包的话 假设没包 你要把它包一个tricash包覆 也非常简单 就是说 这边呢你可以把这个范围 你要做什么 tricash的包覆的话 避免掉什么 arrow 比如说没填资料 产生错误的话 按右键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什么呢 就是包覆 它会自动帮你 tricash包覆 起来 那包覆之后的话 其实会有多的啦 catch 这个如果你不要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那它会有个 number format exception 那把它改 exception 就好了 我们就去 抓到那个 exception 那把下面这个catch 就catch一个 exception 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呢 这个 exception 错误发生的话 你要做什么事呢 你可以把那个结果 tot出来 或者是你把这个 e里面的 的讯息 把它秀出来 不过它是一段英文 它告诉你什么 eception 一般user看不懂 所以你可以什么 写成这样子 eception 你可以包覆之后的话 把它包覆之后的话 改成这样子 就是在这里的话 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 这个 查五尺资料 或者是说 你可以写 请输入资料之类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我如果没填资料 基本上 如果你没有tricatch包覆的话 它会整个catch掉 那如果说你有包覆的话 基本上 它会出现这个 我刚刚写法是 把e写在这里 这边有一个er 因为它会传进来 加上 有没有 查五尺资料 对 如果是er 它就会是 跳出什么 我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 就是这一串 有没有 它会告诉你 不过你如果把这个 给user看 user会不知道 这什么状况 有没有 但是 这是给自己看 所以你可以把 erro exception 这边 把它改成 user看得懂的 查五尺资料 这样就OK了 好 请各位 试试看 我把重点再提 第一个就是说 建立两个button事件 这个部分是用共用事件 那写在oncreate的外面 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那个 就是一个listener 共用的 我们刚刚讲完的是 第一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等一下也会把画面 传上去 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就共用事件的复习 wrestling 咱们 sv 稀 澈